嗨 我今天要來採收火龍果了 來 看一下 是紅色的還是白色的 紅色的 很漂亮 那怎麼看它可以割的 好 你有看到它顏色是 紅色的 好 OK 我們再看這一顆 好不好 它是綠色 它也是紅色的 你看 它也是紅色的 你看 這好大顆 你看 紅色的 所以它皮紅色就可以割 對 就這麼簡單 對呀 這樣就好了 再來 再注意哦 你看 這裡是紅色的 有沒有 紅色的 太棒了 誒 還是紅色的 來 你看 為什麼火龍果要套袋 它怕被鳥吃 鳥哦 對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台灣南竊有沒有 台灣南竊 很喜歡吃這個 這顆 哇 好小顆哦 但是它也還沒紅啊 還有點綠綠的 還是可以了 可以了 這個就是要把它梳果 梳成一顆才會漂亮 就沒有把它梳果 沒有管它會變成 兩顆小小顆的 這個留一根 這上面起來都只能留一根 上來就分支 兩支再分留一根 就好 看一下 是紅色的 你種幾年了 三年了 這也是兩個 你看 沒有管它 它長兩個了 這顆還是綠色的 對啊 就不能 這顆也綠色的 有沒有 那這顆就要看了 紅色的 而且又是兩顆 長成兩顆 兩顆長起來就變這麼小顆 有沒有 當初如果有空管你的話 你就是把它看哪一顆 長掉留那一顆就好